- 政經關不了,關不了政經,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覺得最近的台灣司法- 一直赤裸裸的上演- 一幕又一幕很醜陋的鬧劇- 這個問題,我覺得如果台灣現在要做整個- 國家的基礎建設,要讓國力更強- 要讓國力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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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國力更強 - 教治政經關首定我要訪問инкиovic 要讓國力更強的- 要讓國力更強的平行- 要讓國力更強的治理 - 要讓國力更強- 會讓國資的分明- 想看起來它是個安全還能性acking的整體然後讓國力更強- 要讓國力更強- 讓國力更強- 因為它 yesterday, Warren Ellis州的一個家政經過- огλα的特質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台湾的年轻人还想要读书吗 还需要谈什么礼义廉耻吗 所以每个人能骗就骗能偷就偷嘛 所以台湾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迅速会变成稀稀里倒 真的黑手党的故乡 因为在这里的人寡怜贤耻 这就是今天台湾的法律造成的后果 不可不慎 所以赖兴德你与其做心灵的洗笛 你不如做司法的洗地 去把司法好好的整顿一下 司法院如果还是像我 那不知羞耻的我的同事 许忠丽还在那边干司法院长的话 台湾的社会不会进步 那你继续让邢泰招这种恶观盘踞在第一线 当成司法警察 那对不起 一定是小偷盗贼猖獗 因为这些小偷盗贼只要有党政就没事 那不知道有多少残害中良的事情 会陆续的发生 最近高宏安的案件 王玉文的案件 这一连串的案件 还有其实大家都忘了 严宽恒的案件 不以人废言不以言举人 虽然严家形象不好 不过你要看看严宽恒犯的罪的内容 我一再提醒大家 犯罪要看动机 虽然六法全书上没有动机这回事 但是 人类呢 在有法典以来 在2000年前 西元2000年前的汉摩拉比法典 就非常清楚的呢 是从圣经的这个立位记 出埃及记 神见察人心啊 所以上帝看一个人 有没有错 要看他的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 司法要看动机 虽然六法全书上没有说 不过 声音上说你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较能得自由 动机重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了 因为一个人如果无犯意 纵使犯了罪 这件事情要怎么思考 另外一个人呢 有犯意 纵使没有犯成罪 那这个事要怎么思考 当然这个是超越法律的一个哲学问题 不过我今天看这个王玉文 他呢 为什么 他们跟高宏爱一样 为什么这几个人不认罪 不是因为他们傲慢 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有贪污 他们不想承认 那是因为他们打心眼里就根本没有犯意 我要是他 我也不会认罪 你知道这五年多来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基于好意 要把我牵线 还曾经直接透过我就直接打电话给总统府 跟他说彭文正要跟你协商 后来被我知道破口大骂 这是我一个台大法律系的学长 我知道他是好意 但是我绝不认罪啊 因为我没有罪啊 那开什么玩笑 我认什么罪啊 今天我没有被搬这个大受警星勋章 已经不错了 已经我觉得很冤枉了 我应该鸣鼓这个深冤了 我还被这个起诉 开什么玩笑 你要我认罪换缓刑 或者是不起诉 或者是认罪 然后那个就是判无罪 门都没有啊 不可能的事情啊 做人要原则嘛 对不对 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我可以理解啊 王玉文跟这个 他们这一行人啊 包括高宏安 为什么不认罪 我是他我也不认罪啊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犯意 好了 没有犯意到底有没有事呢 这是我们来想一想一个问题 有一个东西比法律更高阶的一个层级啊 我觉得叫做人心跟人性 那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我我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呃 今天有一个富人 去珠宝行买钻戒 他买了一个一克拉钻戒50块50万 结果包装好了 放着他在要看别的东西 旁边来了一个小姐呢 一个妙邻女郎也买了一个钻戒 这个钻戒只有10万块 也包装好了 然后两个袋子就放在那儿 结果这个富人买了50万钻戒的富人 临走之前匆匆忙忙拿错了 把那个妙邻女郎的10万块的钻戒拿了就走 结果留下了他那个50万的钻戒在桌上 就走了 结果这位妙邻女郎就告了这个富人说 他偷了我10万块的钻戒 请问你你是法官 你会怎么判 拿到这个律师证书的人熟读六法全书 读得越熟的人 越会判这个富人有罪 顺手牵羊 怯道 侵占 7年4个月 现在7年4个月 已经是一个冤狱的代表 那你说这个法官判的有没有错 没有错 他就是偷人家的东西 7年4个月 那还有什么好讲的 判刑 如果你不承认 犯后态度不佳 我在家你3年 10年4个月给我压起来 再啰嗦枪毙你 这就是今天台湾的司法 这种司法是没有脑袋的司法 好那今天我如果是一个法官 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富人没有翻译啊 为什么 因为她侵占什么 她把50万的钻戒放着 拿了个10万的钻戒走 这怎么能够叫侵占呢 她侵占了谁啊 你说法条上看她确实是侵占了 她确实是侵占了 她确实是侵占了那个小姐 但是这整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富人是损失的人啊 她损失了40万啊 虽然那个50万的钻戒放在桌上 也不属于那个妙龄女郎的 但是如果你是法官 你会判这个富人窃盗罪吗 如果你按照法律你是可以判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让大家深思啊 图法不足以自行啊 图善不足以为证啊 这是孟子黎楼篇说的话呀 我在想张善政可能名字就是这样取来的啊 图法不足以自行啊 所以台湾的法官呢 真的要好好的接受一堂这个人性的教育 或者要接受一个研究方法的教育啊 那今天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高宏安跟这些不认罪的助理 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啊 而我付出的钱比这个多得多呀 那我确实是拿了这个466块或者11万 11万听起来蛮多的对不对 你除以二两年一年多少钱 一年55,000块 那一年55,000块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4600块 一个月4600块一天多少钱 150块不就做两趟计程车吗 那如果我是高宏安我会怎么想 我在这个办公室我贴了多少钱啊 那我做个计程车把工费拿来用 这不可以吗 那对于一个助理来讲更是 哎 你给我的助理费这个月多2500 下个月就少了2500 我会去问说 请问拿法条给我看 我的2500是哪来的 不会嘛 所以法官量刑的时候 判刑的时候你要思考动机 当然要看动机啊 这个非常重要嘛 好 那接下来就要问说 那这个妇人把50万的钻戒放着 拿了10万的钻戒走 她损失40万 她有什么犯罪动机 那今天我们就要问咯 高宏安也好 这个她的助理们也好 那到底是放的多还拿的多 那就来了嘛 那就是马英九的大水库理论呢 这你就法官就要去衡量嘛 那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给这些人做举证啊 你给他举证说我确实付出远比这个多 所以这不但没有犯意 而且没有犯刑啊 对不对 因为钞票没有编号啊 不能说呃 我多领了这些 然后我支出的那些是不同一张钞票 那所以你就犯法 不可以这么说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人性的概念 如果法官想不通这一点 真的不配当法官啊 那我们就来想想看 法院到底有没有给这些被告 有解释 跟说明他们垫付的钱有多少这个机会 我保证没有 我相信判决书上根本连问都没有问 他不care 我管你付出多少 反正你给我拿了 466块你就是贪污 你给我拿了11万你就是贪污 所以才会发生什么 所以才会发生啊 台湾一连串的冤案啊 那今天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认罪啊 我没有罪啊 这办公室本来就是 所有的立法委员的助理都这样用的啊 有一个公积金啊有个小金库啊 这个小金库是怎么溢注的 这个我我不是这个这个办公室的会计人员啊 财快跟我说你去领我就去领 财快跟我说你拿你就拿 我报账财快同意我就报了 这是人性这是基本 这不是江阳大道 所以没有理由拿着六法全书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论罪啊 那毫无道理啊 进段广告我再来跟大家谈一个观念 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呢被判缓刑 或者是判很轻很轻 这个1588万也判很轻两个月 为什么 有一个关键就是法官爽与不爽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拜拜啊或者是拿我的穿过的衣服啊 还要喝一些腹水 其实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回来之后其实我晚上啊 反而更容易做噩梦 然后也会看到一些 这些妖魔鬼怪 他们就是好像一直要来找我 来自台东的水蜜桃芒果 宇宙政经学员铁粉的推荐 政经小编的亲自试吃挂保证 一一开箱就是铺别的香气 田中带山富尔城市的口感 令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一箱12入每一里果实比拳头还大 只要1299元 输入折扣码还有油灰窝 欢迎到1450购物网上购物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黑樱桃 以其甜美多汁的风味和鲜艳欲滴的色泽 成为水果爱好者心目中的绝佳选择 生长在美国华盛顿州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这里得天度厚的气候条件 充沛的阳光和清新的山泉水 为樱桃提供了完美的生长环境 每一颗华盛顿樱桃都在精心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保证了其卓越的品质 樱桃富含维生素C 纤维和抗氧化剂 对健康大有助益 现在输入折扣码 郑文灿背关就能折抵100元哦 行为山沛的区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指出有谈判 不知道 如果我记得了 捐过瞎正是 我现在说明镜与点栏目 那个是世界上的 我目的都知道 同仲彦五年的账 一共有五万块都不拢 被判了三年半 原本一审的时候 还被判七年四个月 所以现在七年四个月 是个政治迫害的代名词 另外 王玉文 466块被判刑两年 高宏安 11万被判刑了七年四个月 严宽恒的案子多了一点 但严宽恒比较没有发生 因为他的那个案子呢 就哗啪啪啪说他贪了一百万 但是一百万是哪些也没有讲出来 反正也被判 而且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要来跟大家算算数学 我知道念法律系的多半数学不太好 现在可能好一点了 因为现在的考试方法 不是跟以前一样 以前我就有同学数学考八分 抬到法律系现在是某一个 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的 头头我真的没骗你 我也不要讲是谁 我这个同学很有趣 他非常聪明非常优秀 但是数学就是非常的烂 我在士大夫同学 可是他其他东西都非常强 结果呢 他高二升高三的时候 流急被附中荡了一年 真的真的 因为你有一颗非常烂 如果你还有另外一颗不小心怎么样 比方说对了 举个例子来讲 他好像是高一升高二被荡 我忘了 因为你高一高二要上要念生物 高二还要念什么 反正这种东西如果你不够好的话 你两科你就被当了 你历史地理国文英文全满分也没有用 这就是在台湾以前了很僵化的制度 结果他就 转到就念了社会组 社会组呢数学一样差 乱七八糟 根本就不行 完全不行 可是他其他科目非常强 结果 联考放榜了 台大法律系 真的我没骗你 有名有姓 但我就不说 数学考八分 结果他干了个什么事呢 他回学校 看着数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敲敲门走进去 把他的大学联考成绩单拿起来 当着全部学弟面的钱 这样胆一胆说 老师 那个是个数学老师 好老师啊 我数学考八分了 我上了台大法律系 谢谢拜拜 那掉头就走了 真的我没骗你 这故事我 我们在附中很多同学都在传送 因为他可能以前被这个数学老师 这个冷嘲热讽到了一个 他在也是被霸凌吧 那证明什么 证明 念法律系数学干嘛要好啊 在我们那个年代 对了真的是这样对很多人不公平 可真的就是数学不好 才去念法律系啊 在我们那个年代 至少斯拉夫中是这样啊 我相信建筑更是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社会组组 一个班 一个班啊 二十个班里面只有一个班是社会组啊 那其实我不是在说社会组或自然组 谁好不好的问题 是个社会很扭曲啊 好 那我要讲的是今天那个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以上的法官 没有一个数学好 所以你们才会那么不在乎 数字的意义 如果今天量刑的标准 不是一个线性方程式 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审判制度 就是量刑跟罪如果不是线性关系 那就叫做什么 那不如去文租公抽签啊 不如来我家水池边的乌龟的龟壳上面看挂 我再讲一遍 如果犯罪的强度跟这个量刑的行度 不是线性关系 那这个司法就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 如果今天这些社会组的听不懂 什么叫线性关系 好我再进一步的讲 如果两个东西之间没有正相关 那这个社会就没有公平可言 什么是正相关呢 犯罪情节越重 判的行度越高 这叫正相关 如果是相反的 就判对行度越重 这个就是这个犯罪情节越重 判的行度越低 那就是负相关 台湾的这个司法 不但没有线性关系 而且是负相关 非常糟糕 而且这个负相关呢 是这个error term啊 这个误差 这个standard deviation 叫什么 标准差啊 或者standard error 标准误 是无限的大呀 大到你简直是无法知道 这个到底是飞标社出来的 所以才会有那个 2880块被判了4年半 才会有那个1800 1188万被判 缓刑两年8个月 8个月 那你说小老百姓怎么会服气呢 所以我认为啊 法界应该去做一个公式吧 线性关系嘛 很简单 就贪污罪来讲 贪污 好 每个 你有个邪律嘛 对不对 你贪污多少钱 你的这个判刑是从底刑上往下加多少 这个部分应该要有线性关系嘛 这有困难吗 那其他东西再来加减啊 比方说态度啊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 你光就贪污的金额跟判刑的这个刑度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线性关系 那请问你呢 你要怎么样 对不对 这又不是说美金再比这个印尼盾 你同样以一个币值来看你贪污 每贪污1万块钱 刑度增加20天 这样可以吗 这为什么不对 这当然可以啊 最后再来一个整整体的考量啊 饭后态度啊 然后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再来加减 这个有困难吗 那为什么六法全书当初的这个 法律在订定的时候没有 因为当年的法律数学不好嘛 我跟你讲讲穿就是这样 不然有什么困难 你今天贪污100万 是不是应该是贪污50万的人 的某一个倍数 不一定要两倍啦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 那贪污5000万的人就直接枪毙 不一定啊 线性关系不一定是 1比1的关系啊 这个讲的法律人都听不懂 是吧 你的邪率不一定是1啊 对不对 你的邪率可以是0.1啊 但是 你也可以不一定是直线关系啊 你也可以是一个渐进线的关系啊 也是一个曲线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 当你完全没有关系的时候 那就要看法官当天 有没有肚子痛 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被老婆念 法律不可以这个样子啊 太荒唐了啊 那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啊 很多人都在说认罪不认罪 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打死不会认罪 因为我没有罪 我没有必要换缓刑 我连你摸我一根寒毛 我都会不会让你摸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罪 我不但没有罪 我说过 大受警星勋章办给我还不屑拿 为什么 我这是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 看到一个犯罪的人 尤其我是一个台大新闻研究所的所长教授 我是个知识分子 我是在学术殿堂里面 审判的那个司法官啊 我是在学术殿堂里的法官 我在审判学生的论文 学生的学业成就 能不能及格 能不能授予学位啊 我能够漠视吗 所以我说像陈明通这样的人 你是让人瞧不起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本身应该是一个校园里的司法警察 结果你却成为校园里面的小偷的帮凶 这怎么可以这样呢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来认不认罪啊 认罪不认罪有这么严重吗 认罪是口头认罪啊 这个口头认罪就可以从 五年七年的图刑变成两年缓刑 每一个人都可以演一场戏啊 那我只能说认罪的人只是比较会演戏的人 可以讨司法官喜悦的人 就是司法官眼中认罪的人 我个人不认为认罪不认罪 或者犯后态度良好不良好 应该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行度上面的折底 那就让大家一进了法院就开始 就开始声泪俱下 大家来演个八点档嘛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犯后态度当然应该要考量 但是还是那句话 它不是一个常数 它也不是一个dichotomized variable 不是说认罪减5年 不认罪加3年 不是这样的 可是今天的司法呢 仿佛是这个德性 今天高宏安跟他的这些树里 相对于另外一个对照组 就是有些已经认罪了 有些已经认罪都没事啊 而且法官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认罪的很可能是慢有求荣的人啊 他很可能是为了认罪 所以他就乱咬啊 结果呢 我们的司法官 不知道是涉事未深呢 还是智商不足 就这样子 轻易的用是否认罪 作为是否缓刑 或者是否无罪的标准 这个是另外一个荒唐的地方 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也曾经问过我说 还很愿意为我祷告 但我都不太愿意 我觉得我好像都还好 我都说那就是为国家祷告 国太民安啊 大家都很平安就好 我们聊一遍 输入折扣码 还有油灰窝 欢迎到1450购物网强购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黑樱桃 以其甜美多汁的风味和鲜艳欲滴的色泽 成为水果爱好者心目中的绝佳选择 生长在美国华盛顿州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这里得天度厚的气候条件 充沛的阳光和清新的山泉水 为樱桃提供了完美的生长环境 每一颗华盛顿樱桃都在精心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保证了其卓越的品质 樱桃富含维生素C 纤维和抗氧化剂 对健康大有助益 现在输入折扣码 正文灿背观 就能折抵100元哦 为您介绍卢卡洗护发组 来自台湾的顶级沙龙品牌 可以有效解决油头、踏扁发、头皮屑、 头发打结等绣发问题 经过正经小编们亲自试用 两三天不洗头不油也不塌 试用影片请见1450官网 任选两款洗发精加一款护发乳 只要1390元 今天使用折扣码恢复盈利 就能再折地100元 优惠有限 请尽速抢购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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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法院一直都是执政党开的 我们这样讲 经典一点讲就是说 你有没有执政党的党政 这会牵涉到你有罪还是无罪 这样很糟糕吗 糟糕极了 但是还不是最糟糕的 我觉得还庆幸 因为台湾的司法官虽然没有骨头 但是眼睛还挺亮的 他们会随着执政党而摆动 我们试想 今天如果法院还是国民党开的 那就完了 我不是说国民党开就会完了 而是说表示什么 表示政党轮替不会改变司法生态 永远像一个党效忠 这个就难解 这个就难解 这就好像什么 医生开药 开潘尼西林 也没有办法退烧 对不对 然后再开Zistomax 也不能够抑制细菌 也没有办法退烧 那这个人就病入膏肓了 那如果开潘尼西林的时候 这个退烧了 开Zistomax的时候 人跳起来可以到处跑 那你就知道 开Zistomax是对的 这个比喻是说什么 如果今天台湾的司法 从头到尾都是国民党开的 那这个案子没解了 这个体系崩溃了 这个放把火烧掉 否则没有办法重新改了 那如果国民党执政倒向国民党 民进党执政倒向民进党 这个司法体系呢 还有一点点旧的空间 这怎么说呢 因为表示什么 表示这些司法官还可以改变呢 还可以被改变呢 这是好的啊 所以现在台湾的司法体系缺什么 缺一个台湾的贤军啊 缺一个台湾的刘邦 刘邦进了咸阳城啊 跟他的所有人约法三章 因为在这之前啊 社会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刘邦为了立信立威 他不是先斩了他的这个对手啊 他是马上宣告 跟老百姓说约法三章哪三章呢 杀人的一定死 伤人的跟妾道的抵罪啊 就是断了一根手的就断一根手啊 偷了50万的就还50万 再加50万诸如此类 所以明白的告诉大家 而且他就立刻让大家知道说 我说了算话 而不是斩了郑文灿 而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告诉全城的人说 谁能够把这块砖从这儿搬到那儿 我就悬赏 大家想说 这个王一直开玩笑嘛 对不对 刚上位脑袋不清楚胡言乱语 是不是酒喝多了 红酒喝多了 不是 他要告诉你说 这么无聊 这么小的事 我说了都算 我就一定遵守 所以刘邦入咸阳城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道者抵罪 今天台湾要的不是洗涤人心 洗涤人心交给牧师就可以了 那我加减洗 我每天在读圣经十章 放在脸书上 有人问说彭P是不是嘻笑 我嘻笑很久了 我欠上帝的债 已经欠了20年了 我10年前在台大要退休 我去念了神学院 又去念了心理智商研究所 就是我本来想要当传道人 我欠上帝再欠很多 我想要当传道人 可是没办法 我业障太重 我就是当不了传道人 传道人跟业障没有关系 对不起 我这个借用一下 就是我当不了传道人 因为我就好管闲事 然后嘴巴又哇啦哇啦 这种传道人 教会会剩我一个 所以我没有当成传道人 我上帝就用了我的 这一点点的缺点 让我这个缺点为他所用 所以我就在入室的 去当一个传道授业缴获的人 施者传道授业缴获也 正常的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 那我呢 是离开了台大新闻研究所所长 教授的职位之后 我是中生教授 这个中生教授在台大 还是不是很多 真的不是很多 在台湾大学要升教授 真的我跟你说 这个数道难难于上青天 升等难难于上青天 你不但要学术很强 那服务教学都要很好之外 你还要没有敌人 而且你还要运气很好 真的 所以我升等升了两次 像我这样的怎么可能没有敌人 我在台大的时候不拉帮不结派 蓝的不认识我 绿的不认识我 我讲的不认识 不是真的不认识 是不认我 绿的也不认我 所以后来我在台大社科院 升等的时候围剿我的全部都是绿的 什么陈东生 苏彦芬 林鹤林 这些都是申律中的申律 苏国贤 我被围剿 后来我申诉在校教评会得到平反 好 那么今天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有没有党政这件事情 很重要啊 但是还好台湾的司法 不是从一而终的效忠一个政党 他们是永远效忠执政党 所以这有什么好处呢 只要今天台湾有一个贤明的总统 没有辜负凯道那如雷的掌声 上来以后 简单的做三件事情 不是洗敌人心 第一个 开放法庭网路直播 除了少数涉及个人隐私的案子 经当事人申请 经法官裁定得许许例外 否则一律以直播为原则 这样的情况之下 请问你法官还敢摆烂吗 还敢咆哮吗 还敢咆哮吗 还敢像刘成武这样子当庭对当事人大声小声吗 第二个 立刻成立一个冤狱平凡委员会 还那些被压迫的人清白 第三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什么228呀 什么美丽岛啊什么有的没的 每年都在那边声讨 重点在于没有处罚 将国庆这个国庆宝宝被枪决了 一条人命哎 有人被罚吗 没有啊 那学良的妈妈到现在还每天都在到处找人申诉啊 她的宝贝儿子在军中就这样被做掉了 有人平反她的冤屈吗 这世间苦难人真的很多啊 所以不要洗涤人心啊 你帮助这些苦难人吧赖清德 还有我回到高宏安的这个案子 我要再一次的说 今天六法全书虽然没有说犯罪动机是量刑的考量 也许有也许没有 但是你不要忘了哦 这个东西的相对是什么 法官先入为主的观念是被告是无罪的 你可以你可以不认动机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你要证明他有犯刑 证明有犯刑的前提是 他要有犯意他才有犯刑 不然他就是喝醉了嘛 被打猫了嘛 他是植物人 或者是被下一个人 他要了嘛 不然的话一个人没有犯意怎么会有犯刑呢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无罪推定是假的吗 所以法官要穷起你所有的可能性 检察官要穷起你所有的可能性 证明他有罪 只要稍稍有一点点东西证明他可能无罪哦 那他就应该要无罪 就应该要朝这个方向来思考 而且一定要给当事人 特别是被告充分陈述 跟充分展现证据的机会 不是像黄伟 刘成武 姚念慈 连给我们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台湾要司法改革 就这三剂药方 不必洗涤人心 从司法改革做起 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变成武 刘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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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啊 或者是拿我的穿过的衣服啊 还要喝一些拂水 其实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回来之后 其实我晚上啊 反而更容易做噩梦 然后也会看到一些 这些妖魔鬼怪 他们就是好像一直要来找我 来自台东的水蜜桃芒果 宇宙政经学员铁粉的推荐 政经小编的亲自试试挂保证 一一开箱就是扑鼻的香气 田中带山富尔城市的口感 令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一箱十二入每一里 果实比拳头还大 只要1299元 输入折扣码还有幽灰窝 欢迎到1450购物网抢购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黑樱桃 以其甜美多汁的风味和鲜艳欲滴的色泽 成为水果爱好者心目中的绝佳选择 生长在美国华盛顿州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这里得天度厚的气候条件 充沛的阳光和清新的山泉水 为樱桃提供了完美的生长环境 每一颗华盛顿樱桃都在精心的呵护下 茁壮成长 保证了其卓越的品质 樱桃富含维生素C 纤维和抗氧化剂 对健康大有注意 现在输入折扣码郑文灿被关 就能折抵100元哦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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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進入名單當中是什麼意思呢 那你的意思是說過去他的性騷擾事件 他是被冤枉被栽贓的 如果是這樣那要大動作的平反他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不名譽的東西不是嗎 那你怎麼可以在暗像中默默的 頒一個獎給他 頒一個頭銜給他 這個我覺得要把事情講清楚 民進黨在蔡英文執政這8年 什麼都管 就是不管民進黨內的人的腰部以下的事 對於民進黨的這一群男人女人們 所幹的事情是極盡容忍極盡包容之能事 還把一大堆這個罪都給除罪化 我覺得這件事情恐怕對台灣的長遠的教育 跟倫常來講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這個時候我常常講說 蔡英文做總統8年 可是她對台灣的傷害恐怕會是8個世代 不信的話你們好好想一想看 那接下來還有一些人就說 內舉不必輕 把舅舅聘為執政 而且這個舅舅是98歲 首先先來講年紀了 你不要講人家老嘛 拜登81歲 他如果不辭總統 他要連任你不小心選上 你也拿他沒辦法 對不對 那因為他不覺得他老啊 所以98歲的人 我們可以尊重 因為國家要有騎老 重點不在這 重點在於他的舅舅 雖然說內舉不必輕 外舉不必嫌 但是我覺得 在台灣社會應該不是這樣看的 我這麼看 今天呢 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長 可以是表姐夫 這已經相當離譜了 雖然資政沒有像 這個最高行政法院院長 這樣位高權重 還可以掌管所有人告官 所以你蔡英文就是告官官的代表嘛 結果你把這個告官的裁判 放在你自己家的人 這就太離譜 這離譜到了一個 無以復加的地步 那至於把自己舅舅弄成資政 有沒有問題呢 我覺得沒有必要 不是有沒有問題的問題 而且賴清德的舅舅坦白講 大家都不知道是誰啊 不是說真的是那種望重是靈 德高望重 一怒而天下威的人 那你說這種人 不管他幾歲 對不對 銅像都在立啦 人死了以後都立銅像了 為什麼98歲不能當資政呢 我覺得不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今天說的這個主題 叫做一馬歸一馬 不要亂打馬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看起來賴清德的舅舅 除了是因為是他舅舅之外 看不出來有什麼可以當資政的條件吧 98歲我個人看來不是問題啦 但是這種事情總是會遭到爭議 那麼我可以體會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呢 從小失戶 母親呢孤兒寡母 一手寒心如苦把她撫養長大 所以賴清德經常談到母親說都會哽咽 這點我可以理解啊 我覺得這個慈無反捕 有這麼偉大的母親啊 任何人都會覺得非常的感念 所以我不知道賴清德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愛屋及物 把這個媽媽的弟弟吧 應該叫舅舅是吧 把她照顧一下 可是我覺得加了這個資政 對一個98歲的老人來講 沒有加持什麼東西 反而是讓她陷入罵名 這是對舅舅不孝啊 因為98歲的資政她也不要名也不要立啦 你給她這個頭銜 你是要她到處去下鄉招套套嗎 還是要接下來要選什麼 應該不是吧 98歲應該幹什麼 98歲應該 無日三省無身 還要奸善天下 可以的話呢去傳傳福音 這是一個98歲的老人 最應該做的事也是最快樂的事情 你叫她去惹塵埃啊 那這是何苦呢 好問題來了啊 如果今天賴清德你要靜靜孝道 替媽媽照顧一下媽媽的弟弟 靜孝道 瞭表對母親的思念 我覺得非常孝順 我非常認同 那你應該怎麼做呢 老人家要的不是頭銜 老人家要的是陪伴 所以賴清德如果你可以的話呢 你怎麼下鄉 這個就是周日周間啊 沒有上班的時候 就去看看自己的舅舅 多去看看她 舅舅看到總統來了啊 自己的瓦型啊 是總統 他一定覺得與我榮焉 這比他自己當什麼總統母資政來講 我覺得應該光榮多了 常常去看看她 而不是拿國家的名氣 作為一個犒賞的這個條件 這個做法啊 不但傷了國家的名氣 也害了舅舅 好接下來呢 另外有一件事情啊 是一馬歸一馬的事啊 這個事情是曹長青的臉書上面寫了一件事 提醒我去看了一下奧運 因為今年的奧運呢 開幕是那個荒腔走板 讓我對今年的奧運非常失望 本來啊 我的女兒 學法文嘛 bonjour 我還蠻喜歡法國的 當然我知道法國左派衝刺 可是我說過左派沒有關係啦 你喜歡左就左吧 你喜歡右就右吧 可是 在這個全世界的這個體育盛會當中 哎 你這個公共論壇當中 這不是你的言論自由啊 我一直在比喻說 你很愛吃豬肉我沒有意見啊 可是你不要去回教的摘戒月的那個 那個清真寺門口啊 擺那個豬肉餡餅攤啊 這個就是親門踏戶啊 這要尊重別人嗎 對吧 雖然我吃豬肉我無所謂啊 對不對 我也沒有什麼這個特別 我雖然是基督徒 我也沒有歧視回教徒 可是你沒有必要在回教的摘戒月 在人家清真寺門口賣豬肉餡餅吧 沒有必要吧 這個問題出在這裡啊 好 那這個問題 不是曹仁興的這個臉書上的重點 曹仁興的臉書呢 我跟大家說 一天前阿爾及利亞的生理男生 哈利夫在拳擊場上 把意大利的女選手打著哭的退場 引發了重怒 今天同樣是因為生理男性而被國際拳擊協會 去年競賽並追回銅牌的台灣選手黎玉婷 把烏茲別克的女選手給打哭了 這個選手拒絕跟黎玉婷握手 那麼退出了比賽 現在呢 這個事情成為了一個事件啊 這事件我沒有追得很深的哈 但我大概看了一下報道 我覺得我用研究方法得到了幾個結論 好 首先曹仁興老師說 這個事情已經引起全球的輿論反應 英國的衛報跟美國的媒體都紛紛報道 美國前總統川普 意大利女總理梅羅尼 推特老闆Elon Musk 他是很深的受害者啊 因為他的孩子 他說他孩子死了嗎 哈利波特的作者 著名的女作家羅琳啊 還有美國的參眾議員的多位議員都表示說 對生理男性在賽場上用重拳打女人表達憤怒 好 哎 是男是女啊 這個 不是你說了算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那怎麼做呢 曹仁興老師講的對 是男是女很容易辨識嘛 就染色體的檢驗嘛 XY是男性嘛 對不對 那XX就女性嘛 這個很簡單啊 這個我們初一的生物就學過 結果巴黎奧運不做這個基因的這個檢測識別 卻用護照上面是男是女來認定 護照上是男是女 可能你自己國家對於這個性別的認定是寬鬆的或者嚴謹的 像台灣是第一個這個同性婚姻的國家 所以台灣基本上是在蔡英文的這個任期內是男女不分的嘛 所以這個用各國的護照來當成一個辨別恐怕不是一個很客觀的做法 但是國際奧會呢是不是有做其他方面的檢視呢 包括禁藥這些東西我相信是有的哈 但是國際奧會說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嗎 這事情不讓我想到倫敦政經學院說了算 對不對那時候台灣的教育部 這麼受爭議的事情你不去檢查一下 你不去好好的看一看這個事情的原委 你說倫敦政經學院說了算 結果後來倫敦政經學院自己改口了 不敢承認了那怎麼辦呢 所以今天的重點不是國際奧運做了什麼檢驗 是這事關台灣的榮譽 台灣自己應該做個檢驗以招公信 這個很難嗎這一點都不難呢 為什麼說以招公信 在網路上很多人開始討論 這是對性別的尊重啊 這不能歧視女性 這叫一馬歸一馬 我管你是男性是女性 重點在於公平不是在於性別 你是男性就去參加男性的比賽 你是女性就參加女性的比賽 這麼簡單的邏輯 怎麼會在台灣的論壇中吵半天 這個性別有什麼關係 跟尊重有什麼關係 跟歧視有什麼關係啊 答案很簡單 今天我一個大學生吧 跑去參加小學田徑賽 然後他說我認為我是小學生 因為我最喜歡看漫畫 我覺得我的生理心理都很幼稚 所以我認為我是小學生 我就去參加小學生的運動會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性別是主觀的認定嗎 當然不是嘛 性別是客觀的認定嘛 所以這件事情在理論上來講 是沒有任何可以爭議的空間 怎麼可以繞得如此沸沸揚揚呢 鬧得如此沸沸揚揚的原因就是說 主管機關不願意面對現實 不願意站出來做客觀性的科學檢驗嘛 這個事情跟蔡同學的論文們其實很像啊 就是有論文有學位 這件事情是很好檢驗的 不要推給這個推給那個 然後忽略了自己教育部 自己行政院應該把關的自己的司法院 自己的監察院應該把關的事情 然後推給那個來源不明的 什麼鬥卡卡到的 也不小心看到的 什麼PDF檔不好整理 這都是胡說八道 所以我再講一遍 林玉婷是男是女 這是客觀的事實 林玉婷要認為她是男還是女 這是她的自由 但是到了奧運比賽 那就不是你的自由 那是公平的問題 公平的問題就要用客觀的方法 用科學來檢驗 這件事情如此的單純 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可是從這個爭議的過程當中 也看到台灣真的這個社會集體弱智 非常腦殘啊 把這整個議題要扯到天邊去了 完全不知道在談什麼議題 而沒有解決最終最根本的問題 那台灣的官員呢 體育署呢 政府官員呢 不關你的事嗎 這個是事關台灣的榮譽 就好像啊 今天如果蔡英文的這個假博士假論文啊 全台灣都沒有任何人提出質疑 那台灣完了啦 真的完了 台灣的政府沒有人質疑 台灣也完了 還好民間有宇宙政經學院的很多同學們 仗義直言啊 關心這件事 不然的話台灣的臉啊 不只是丟到世界還丟到火星上去了 所以我們看了這幾個事情 其實我要說的是 不管你的黨派立場 不管你的意識形態 不管你的政治選擇是什麼 人心中總有是非嘛 這個是非總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嘛 一馬歸一馬嘛 不要扯到天邊去啊 好 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今天要分享的是詩篇 第九十七篇的九十七之十一 散不亮光是為藝人 預備喜樂是為正職人 祝大家平台喜樂 有個愉快的週末 明天見 歌會 一lied 歌會 首歌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